昨天我们拉了这么一件事 在济南高甲桥上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 要跳跳情绳 当时是很多人都到了英九的现场 小伙子还非常的牛 就是在这个危机时刻 我们拉管的老朋友 一位郑大爷出现了 散言良语 说的小伙子是灰心专义 要说的郑大爷那真是太厉害了 我当时就暗自下决心 一定的跟着老大爷好好的学学 那预言功力不是一般 其实呢 他是和这小伙子相当的有远远 昨天在拉管节目播出了 和这小伙子杨许碰 因为觉得自己的病无法医治 所以选择跳跳情绳 直到后来郑春郑大爷出现后 他才被大伙儿揪了下来 最后他就被郑大爷带回了家 由于心情不好 晚上郑大爷跟婆丽喝了半斤半揪 然后就得笑样打开了画匣子 把这个和这酒慢慢给他拉了 你抗得上头你抚摸 母亲还给你看着孩子 父亲还在外是给你打工 是吧 老房在外是给你耍盘耍玩去 为什么不只是为止给你治这个病呢 经过郑大爷的开刀 小杨也彻底性误了 如今他的状态跟昨天相比呀 已经是盼入良人 这不 一见到几站来 他还主动倒起来插水 我说郑大爷呀 你昨天不是说 他是你曾经收养过的孩子吗 怎么我们大家伙儿都不认识他呀 郑大爷昌叹一声 要说这事啊 还是从二十年前拉起 当时小杨才十五六岁 为了不耽误上学 一个月后 郑大爷就把他送回山县老甲 可就在五年前 他们再次见了面 不过这次见面 这都是在两个人都遭受搭计的时候 后来我不是为了这个 就是孩子叫你撕退了吗 撕退以后他找不到我了 找不到我以后 他就在那个火车站 转用了 正好我又上火车 找孩子又捧行了 97年4月份吧 当时是感冒 感冒发烧 由于耽误了治疗 肖阳病情越急越重 肿瘀在去年夜面成为鸟毒症 在这中间 他也有过一次彻底治疗的机会 可最终却未能如愿 找了一个做做配性 配性也配上了 我觉得假的抽签 也没抽够 要十万 每签还肾 虽然只能选择保守质料 可每次几百块钱的偷袭费用 也让圈甲喘不过气来 可就算如此 咱也不能做想不开的啥事 这不我们拉瓜花光工程 带着大家伙的心意 来了 来大爷这是我们七路电视台拉瓜节目 豪光工程的两千块钱 希望您用这钱给续鹏治病 让他坚强的活下去 谢谢七路电视台 也谢谢好心的 谢谢大家 在这里我给大家 九个工 谢谢 谢谢十分好心 谢谢两台 以后我不会再做一些啥事了 当初你最困难的时候 是郑大爷绑住了你 现在你面临重大关头的时候 又是郑大爷伸出了援手 想必其他人来说 还有我们豪光工程 还有很多热心人 对你的关注 应该算是幸运的了 希望你能够真正选择 减强勇敢的面对 眼前的这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感谢观看